花莲南区三乡镇的农民在申办三坡地检疫水保的时候 他们反映说遭到县政府的一些状况问题 因此由县议员黄玲兰组成专案小组 召集了县府农业处等单位一起开会讨论 针对了县府和水保团队的简报来做说明 不过与会的农民们不买单 现场是炮生隆隆 不断接货南区三乡镇农民申办三坡地检疫水保过程 却遭县政府处处刁难的先议员黄玲兰 立刻组成县议会专案小组 今天上午在玉璃镇召开专案小组会议 请县政府农业处团队向农民说明清楚 如果我们农业处准你可能只有三分地或五分地 是不是因为你的挖田房超过两千 如果说你挖田房 如果你都不整地 没有挖田房的话 我想这样是我们的不对 会看形成满党的县议会副议长潘月霞 仍赶到现场 特别就农民碰上农耕进出道路 山坡地整地耕种等议题来为民众发声 我在这里也要说个重话一下 我们农业处真的要好好检讨 好不好 不要再给我们民众这样子这么困扰 县议员林元傅则向县政府提出 申办旗程及方式重新调整 以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 申请一样的地号 他第二块 他是不是用报备的方式 针对花莲县议会召开专案小组会议来关切 协助农民解决困境 县政府农业处水保科及花莲水保服务团队 再三重申 依法办理执行的同时 也朝制定山坡地自治条例的可行性来解套 法规是中央定的 我们地方政府只是一个执行单位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将我们农民的诉求 给它放弃掉 那未来的话 我们会针对法规 我们来研理自治条例 我们会邀请我们议会的议员来做监督 最有限议会专案小组居中协调沟通 但对县政府及水保服务团队的说明 余会的农民不买单 现场抛身隆隆 在这个处理中 那么时间上 一拖再拖 我三甲地呢 我申请呢 都是准我三分地四分地 我的怪我是农墨用地 我上次一趟怪手就要好几万块 我一个土地三甲多 四甲多 我到底要申请几次才能够做得完 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苦民之苦 乱来 我没想到说了 很去的 而有关山坡地开发 检疫水保申办议题 现场讨论热烈 直到中午12点半 多人未把休 专案小组召集人 现议员黄玲兰就讨论过程中 做出包括水保服务团队 辅导协助各乡政工所 要求现政府农业处加速 山坡地自治条例的制定 以及修正简化 山坡地检疫水保申办作业等决议 现政府今天回去之后 我们专案回去之后 你们可以赶快来 制定这个检疫水保的知识条例